各位卖子学业的网友大家好 那上一节我们已经实现了五子期的画子 那这一节我们再看写五子期输赢的这个算法 好,那么用心一下看一下上一节的内容 我们点鼠标可以交气的这个下白子和黑子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 当下满五个白子和五个黑子的时候 让它什么呢,赢 我们现在做水平方向上的五个白子和五个黑子的输赢 好,那我们每点一个下字 其实把这个下字的类型已经记在这个map里边 这个全局的这个数族里边 这相当于我们棋牌这个数族 这个叫maps,这个变量给错了 所以这个叫maps 就当每点一个鼠标下字以后 我们要判断一下 这个数族里边的横向字 横向黑字是不是买五个 要做这样的算法 所以我们写一个单独的方法 参数啊,我们用叫aswin 这个几个几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我们给上 比如说直上做是pram pram 这个参数我们叫t 一呢是白 二呢是黑 就是子的这个类型 好,定一个变量叫t 然后呢,我们给个r和c 就每点完一个下 每下完一个子以后 我们都要判断输赢 aswin 然后把t呢 这个是黑子的话就2 当然我们也可以定义成长量 然后ro和c 那下完白子的话 定义 aswin 1 然后ro和c 好,接下来我们再写它具体的算法 首先我们定义两个变量 vr original ro复制于ro vr original 这个c 复制于c 那我 我想这样做 注意看 我在这下了一个黑字 我这样做 这下了黑字 我看这个字是不是黑的 再看这个字是不是黑的 再看这个字是不是黑的 也就是以它为中心 让它的列 这是call 列解1 列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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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把它这 如果都是黑字的话里加起来 直到这个字不是黑字 那再向右 列加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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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统计一下 它总共几个字 直上来做 好 那我们在 那我们就这个地方可以做判断 如果 向左的话就是call解解 这我现在定义一个 在定义变量叫counter warn叫toto 复制于0 toto复制于1吧 至少一个字 那这个地方我们给一个 如果 如果 call解1 大于0 并且 maps roll call解1 等于我们的黑字的话 就是我们的2 黑字的话就是我们的2 等于我们的t吧 t是这个字的类型 等于t的话 我们再 做一个 toto 夹夹 call解减 这不是 我们用wear 向左不断的什么呢 推移 那直到左边 这个 左边的这个字 不为黑字的时候 那再怎么办呢 我们再找右边 找右边的时候 那么要回归到这个 肉复制于 original 肉 call复制于 original call 那么现在再来一个wear call加1 小于15 并且 maps roll call加1 等于t 等于t的时候 才能给他计数 call加加 total 然后再加 那么在这地方判断一下 如果 total大于等于5 那就赢了 alert 还得判断一下 如果t等于1 alert就白子赢 白子赢 否则的话 黑子赢 否则的话黑子赢 好 现在我们用心下这程序 一个黑子赢 一个黑子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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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没有执行没有执行我们看这个对不对啊 二给 二传进去 call和roll和call cntl c cntl v total复制于1 vrcall-1 大于0 并且maps roll call解1 等于t 加加call解解 original给了他 回到原点 call加1 小于15 并且maps roll和call 并且maps roll和call 加1等于t call加加 特特加加 特特大于等于5的话 并且t等于1 al er t 那我们这样测试一步一步测试 在这儿来推一下 看这个函数执行了没有 al er t y 没点个字看他有没有执行 下一个字 下一个字竟然没有执行这个方法 没有执行这一句话 那就是说明这个方法没有执行 这个方法没有执行 这个方法没有执行 在这儿 alert一下 下一个黑子看cc有没有执行 所以这是大家桥使程序的一个方式 cc执行了 cc执行了 你在调用这个函数 调用这个函数 这函数里边给了一个alert cc alert cc 运行一下 这儿没有执行 就说明这函数 调用应该是有问题的 函数 调用 我们先把函数的调用先 能对啊 肉和靠 这样把它放到前面去 啊 这儿少了啊 放了第一次 function 忘了给function 好 再来一次 好 用行一下 cc执行了 说明这个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说明这个函数肯定能执行 然后就解药 我们就算法 对不对 好 用行一下 黑子白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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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话白子赢 那么再看一个黑子赢的次 白子 黑子白子黑子白子黑子白子黑子黑子 黑子赢 这样的话水平放上这个赢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再写一个垂直方向上的赢 这个程序可能会比较长 垂直方向赢的时候 我们需要回归一个 肉复制于 original 肉 call复制于original call total复制于e 把total回归到e的状态 让我们进行判断 well 这个呢 我们是判断的 水平 这个呢 我们是判断的 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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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且MapsRaw-1Core等于T 那么Raw-total再加 那这地方又回归一次原点 这里再仔细 如果初级程序的话 你得仔细在纸上好好画这个原理 还是稍微有点难的 你游戏的算法是最难的 Raw-115 并且MapsRaw-1Core等于T的话 Raw-total加加 然后我们再做一次这样的判断 Ctrl-C 那明显看到这段代码重复的 我们应该把它抽取一个什么呢 函数来用 算了我先不抽取 直接用行一下 现在我们是纵向的 黑子写到五个应该是 然后黑子写不到 白子写到五个 好白子赢 没有问题 好大家再测一下黑子 应该也没问题的 那么再做一个 嗯 斜斜着的方向 就是再做一个 这样的 从左下到右上 左下到右上 左下的话注意 左下是这样的啊 左下是这样的就是 列解一行加一 左下是列解一行加一 那么先实现左下 左下右上 把这三个参数回归一下 Ctrl-C Wire 左下是行加一列解一 肉行加一 肉加一小于15 并且 Ctrl-1 大于0 并且 Maps 肉加一 Ctrl-1 等于T 仔细检查这个算法 对不对啊 左下的话是列解一 列解一行加一 对着呢啊 我们看看列解一行加一 行加一 列解一 对着呢 那激励方我们就是 肉加加 Card解解 Total 加加 好 然后我们要回归一下这个初始状态 Ctrl-C Ctrl-V 那再看一下右上 右上的话是 列不断的加行不断的解 刚好相反了 列不断的加行不断的解 那么就是 Val 列不断的加 那就是 肉解一 大于0 并且 Ctrl-1 列加 小于15 并且 Maps 肉解一 Ctrl-1 Ctrl-1 等于T 那就是 那就是 肉解减 Ctrl 加加 Total 加加 这个完了以后我们得判断 它赢了还是输了 还是这段代码 这段代码是复用的 将来可以出取一个函数 好 这样的是 左下 右上 我们搞定 测试一下 这来个字 黑字赢 12345 黑字赢 没问题 那么再来一个 呃 左上 右下 左上 右下 这个就 前面会做 这后边就很简单了 左上 右下的话 看一下这个 左上啊 先看左上 左上是 假如他有约点 列 解解 行解解 列解解行解解 外 韩解解 右解1 大于0 并且 Core解1 大于0 并且 Maps 右解1 Core解1 等于T 等于T以后 那么再是右解解 右解解 Core解解 Total Total D++ 那相反呢 这个 再来一组 回归一下 原点 把这复制一下 Ctrl C Ru 加1 小于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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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 Core加1 小于15 这地方都是加1了 不是减1 加1 加1 然后Ru 加加 Core 加加 Total 加加 再来一次判断 Ctrl C 这样到四个方向我们这个算法都已经实现了应该是 再看这个方向 再看这个方向 黑字一个 白字一个 黑字一个 白字一个 黑字 我现在让白字赢 黑字一个 哎呀 这下不太好赢了 黑字 白字 黑字 白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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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字 黑字 白字 1 2 3 4 5 这样白字赢了 这样到我们就实现了什么呢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两个交叉方向的什么呢 这个输一顿算法 那这个呢 不是我们这个课程的重点 课程这个算法呢 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什么呢 研究一下 好这个小游戏呢 我就简单给大家实现到这儿 因为呃 大家也可以配合HMR5这个Socket 和服务器的这个绘画 也可以实现网络上的这个什么呢 下棋 这个程序可以再扩展一些 大家可以扩展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这只是下一个白字黑字 你下三个字 白字黑字 红字蓝字 很多字 很多人下也是可以 大家可以扩展一下这个程序 好 我们这本课的这个综合实验呢 就给大家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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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